你吃饭 干嘛啊 吓我一跳 吃饭啊 自排锅 吃过没 还有肉的那种 你这晚餐还差点意思呀 你把灯关上 干嘛呀 你关上我给你生一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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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 二 一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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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烛光晚餐 就这 还有 没有 浪漫吧 先来个破产吧 我见面了 我给你来一个升级版 连续版 还生气呢 上回那事吧 我是冲我爸不是冲你 所以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请你吃火锅回去 吃着呢 不稀罕 没什么我爸最近还去院里吗 不去院里也能见着 有医院 我爷怎么了 不是你爷爷 是你爸 过去脱刀肺出去 又住院了 我医生说没什么大事 完了 完了完了 上套了 我爷爷虽然嘴硬 但心软 这下估计又原谅一半 你别老妖魔化你爸 我看过他车本吧 那就是他的车 我觉得他不是回来骗起来的 你还翻他驾驶本啊 你怎么跟特务似的 也不说我是为了谁 多谢 感恩 那个 但我其实这事还是有点奇怪 我再给我爷爷打个电话 嘱咐嘱咐 你怎么对他意见这么大 你是有所不知 从小我就是一分钱掰两瓣花 吃了这么多苦 干了这么多缺德的工作 就是为了帮他还债 那我这二多年排便宁记忆来跟着 这自己努力呢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生有价值 不能思想这么扭曲 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就要重新考虑一下咱俩的关系了 我们什么关系啊 烦不烦哪 一个玩笑开一辈子 不过这回你爸可是真的连婚房都给你准备好了 就等你娶妻生子 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这不会是真的吧 那我得重新考虑一下和她的关系 她都把后勤保障做到这个份上 那咱俩就抓连人家把婚结了吧 关 跟你开玩笑呢 其实住养老院也挺好的 这一下就把几十年后的事情都解决了 越说越不要聊 你要真想住养老院 也得看我答不答应啊 行啊 那你知道她现在做什么工作吗 这哪轮得到我问哪 再说了你要真这么问 不是明摆着不信任别人吗 她就不值得信任 这么多年了就没干过靠谱的事 首战告捷啊 口碑特别老 所有人都在问下一次什么事 就剩一瓶了 两根吸管不介意吧 怎么啦 闷闷不乐的 闷闷不乐的 闷看电影的时候 韩奶奶哭了 这些电影有什么好吗 应该是难过吧 可能当初陪她看电影的人不在了 所以说呀 要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可惜我拿手机看了 那把你会员借欧英勇呗 早工作了 确实不好等 一没学历 二没门路 还什么都不会 来呀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那么好的工作 你说你干吗死了呀 过去的事都翻篇了 我跟你说啊 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我 太难了 给你指条明路 养老院 过夜不就是要无险一斤正经工作吗 我都符合 你这是西门庆情远 能不安好心吧 不乐意啊 能跟你朝夕江湖 我肯定乐意 可不是跟我 是爷爷哪儿的你 你是不是遇上什么办事了 这窟窿啊 是没桶子 肯定得你填啊 我又干什么了呀 那传单是你发的吧 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我还是义乎的 所以这麻烦是你招来的 是不是养老院又来卷了 老人们足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到户外运动的乐趣 不错 好 那我们可以通过老人身上穿戴的一个穿戴软件 可以实时的更新和监控到他们的呼吸以及心率 那如果一旦遇到意外发生 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发出报警 那老人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最重要的一个救护 好 这个回来的给你补着 吃 死在那儿不够的转命啊 那个咱们这儿的餐怎么样 我们这儿的餐是全是最好的 真牛 我们这个社区呀 没规模比较大 所以呢长者来自天南海北 我们特别重视长者的餐饮的品质 包括菜品的营养搭配 我们还特地邀请了营养的专业的营养师 为他们每一周都做不同的菜单搭配的 当然了如果他要有其他的需求和口味 也可以点餐 不过这个是要您来收费的 敢问两位的关系是 兄妹 真恩爱 好 干吗呀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呀 还带着女人 小孩谁的 我吃饭呀我 那孩子又不是我的你 完了完了 你完了 千万别出去啊 千万别出去 你出去天就塌了 我好不容易蹭一顿饭你 郭三爽 你还不出来啊 菜都凉了 郭三爽 你快点回来呀 真小宝等你呢 你们过来俩人 帮我把他弄进去 郭三爽 你干什么菜都凉了 你来吃饭呢 还来做饭呢 快点走了 这老公神经病 赶紧的吃饭了 真的是 快点啊 菜都剩半天了 吃点三杯啊 死定了 酒别重逢 咱俩今儿是不是得 喝一个 谢谢 少来啊 真减啊 真减啊 皮特还是红的 公务员 给我来香雪花 去哪儿开了啊 郭爷 今天谢谢你的鱼 我先鞋上火吧 郭两天要来看你 小宝你干吗 小宝 你干吗去 爷爷奶奶好 吴二姨 你能当正常点啊 我就在跟你 非常正常的相聚 爷跟我这儿磨磨磨磨磨 你这时好时坏 时冷时热的 我真受不了 说不了就对了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遇陷遇死 我拉着好呗 我跟你说啊 友谊的小船 只有保持距离才不会烦 你到底想听我说什么呀 我 我给你滚不出去吗 小妹 我漂亮小姑娘 跟郭三爽 为了你在大厅里 蜜蜜歪歪的半天了 听见没有 人家说了 漂亮小姑娘 这是谁养老院 五岁一家都算漂亮小姑娘 那你说 我跟那个小妹 谁漂亮 半斤八两 好了 好 我不想那么多了 我不想让你好 你让什么 第三个 你你不想让我 了 你不就好 是啊 走 不是那意思啊 误会 误会 你什么意思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是林刚把他要给查了 如果真有家属的话 要换个地方啊 真吃醋 真吃醋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帮你呢 跟他有点危机感 什么馊主意 修迟 赶紧 我跟你说这 你说什么说 赚钱啊 还欠我钱呢 还欠我钱呢 走走走 没下来 这是谁的 去哪啊 累坏了吧 学姐 累的是你 天天守夜的 以前贵婆总 缠着我的时候 其实挺无忧的 但现在我真的希望 她能醒过来 捏捏我的脸 然后给她买橘子 再叫我一声狗仔 狗仔的就行了 是呀 要不是她住院 还真不知道 你这么多愁身材呢 你发现没 胡梦平时那么骄傲 但今天看着 也有一点愧疚的样子 这说明她还有点人意境 你怎么老把话 说得那么难听啊 其实他俩都挺可怜的 胡梦可怜 你读过一本书 叫《套中人美》 那里面写了一个人 无论晴天下雨 都要全副武装的出门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个磕 胡梦有 贵婆婆有 你也有 我也有 都有 只是他们俩把彼此的磕 戳穿了 打碎了 所以贵婆婆就住院了 胡梦又何尝不试呢 没听懂 你就是想给我洗脑 给她洗白是不是 对牛弹琴我真是 反正这事吧 洗不洗白 现在早已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已经超出 我们的掌线范围了 嗯 在这儿